欢迎大家收下《环宇首期》 上一集提到英国在以历沙白一世时特工的网络 非常龐厘,有几百人起码 历史学家根据被忽略的文件重新发掘出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本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当然他们与西班牙天主教的国家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特务战 但最奇怪的地方,其实英国当时的文坛又与这件事有关 这个文坛在沙士比亚之前,其实有另一位非常著名的剧作家 也非常年轻的,叫做马劳,Christopher 马劳 这位的剧作家写过很著名的剧目,就是佛士德医生 佛士德博士应该是说,佛士德博士 这个故事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我可以简单讲一讲 就是说有一位在中世纪非常有学识的博士叫佛士德 他学问非常之厉害,甚至包括武术 但是很可惜就是他觉得自己虽然懂得这么多东西 但是仍然觉得还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知识 他还未可以得到 他想了一个方法 他就说,我可以跟一个魔鬼去谈一谈 我不懂那些东西,就看他能否告诉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变成了什么都懂 在当时来说,这种可以在正统的宗教中 可以讲讲大义不道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英国当时是处于一个 文艺复兴的时代 一切的事情是比较自由度,比较广阔 可以容许比较多的一些思想上,不是那么正统 特别是我们上一集提到,当时英格兰和罗马教廷闹了 换言之就是罗马教廷那种对言论的审查 在英格兰来说,就相对地就比较难实施 于是英格兰当时的戏剧的题材 由沙士比亚这个年代前后是比较广阔的 巫术有讲,特别是这个剧本身 是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巫术的题材 就是你可不可以通灵和一些神秘的力量,即是沟通 当然,在当时这种道德的规范来说 无论你如何离京叛道也好 我们最后的结局都是要这位佛士德的博士 成为一个悲剧的人物 所谓悲剧的人物就是到期时 他跟这个魔鬼签那份合约到期的话 他发觉自己虽然经历过这么多的一些好处 见过最美丽的女人就是所谓海伦 又享受过世间的宏话富贵 但到期时他都是要落地獄 这是所谓一个警势的道德教训 表面上是这样看的 但实际上到现在有一个疑问 就是究竟他里面说那些去通灵和去招魂 就是我们上一集有说的就是 John D的巫师在墳墙上有一个这样的画画 他去招魂 他去找那个魔鬼去见面的那个 那个仪式本身呢 是否当时有这样的做法呢 近代的一些 不知近代是现代的一些学者 原来是真的 原来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的行为本身呢 就是当然我们是不相信他真的可以招到那个魔鬼 但是当时来说呢 就真的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去做的 那这个仪式呢 那这个仪式呢 如果你看到现在当时的画呢 就是它是有一些这样的结界 外面画了一些符 符的位置 这些符就是等于我们说的符 一些去保护自己的符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都挺 就是其他世界地方都有类似的行为模式 那好了 那这个是一个剧里面 但是当时人可能有些相信有些有些不相信 但是毕竟这个剧呢 就成为了当时其中一个非常之著名的剧目 而是先于沙士比亚的 但是呢 这位作家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很离奇的遭遇 他突然间是暴毙 就在一个英格兰的地方里面 一个酒吧里面 就跟人吵架 然后就被刺死了 刺死了 这件事在英国来说 到今天都是一个原案来的 这个原案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作家本身 其实他有可能又是一个特务的身份 这个特务的身份是怎样是传回来的呢 就是说呢 他在这个劍桥的时候 他是一个神童来的 他很早就入劍桥大学去读书 那么呢 突然间他有一个学期就失踪 那么照计呢 如果在当时来说 这个失踪的情况 导致他就在劍桥大学 就被取消那个学位 但是不是啊 突然间大学方面 那个管理层就收到 伊利沙伯一世的一封文件 就是说呢 他之所以突然失踪呢 是因为他为国家做一些事 究竟做了什么事呢 没有说到 很奇怪 这个做什么事情 到现在都不知道 到现在是一个原案 这个情况之下 又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就是另外一件事件 就是说呢 他可以完成他的学位了 但是之后呢 就是原本他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途 因为他写的剧当时非常受欢迎 也都不止尤其是博士这一个 即是备剧 还有其他的剧目的 很受欢迎 也都觉得他是一位才子 独立奇地就是跟着他被刺杀 被刺杀之后呢 那个兇手又很快又放了 所以于是乎就有一个怀疑 就是其实他是一个特工的身份 就是跟着呢 他就隐姓埋名 就是他被刺杀之后 其实他没有真的死到 隐姓埋名 但是這個幾百年前的事件 其實就很難去查 因為當時也沒有一個相關的文獻記錄 究竟是發生過什麼事 也沒有人敢去調查 所以到現在大家都在爭論究竟 他真死一定是假死 他是不是生前做過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報工作 但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上次有一個疑問 其實當時的特工是否有一個雙重身份 是一個無私的身份 也是一個特工的身份呢 或者以無私的身份去掩飾呢 在這個劇目裏面 博士這個劇目裏面 又看到這個痕跡在這裏 因為這個無術的使用 據今日的學者說 是真的有一個真實的基礎 當時真的有人去做過這些事 所以他寫這個劇目不是憑空想像 是一些真實的資料搜集 甚至會否他自己都相信 他自己都是一些無私的人 這個我們不得而知 但更加奇怪的地方就是 在這個正統的英國文學裏面 不能夠討論這個問題 究竟沙士比亞是否真的 現在寫這麼多精彩的劇目的本人呢 在一些所謂的陰謀論裏面 就懷疑其實他不是這個人 是有其人去寫這些劇目的 他們當時不能夠公開他們的身份 可能他們是一些很顯赫的人 類似的題材其實是拍過戲 拍過戲 就說寫沙士比亞這些劇目的人 就不是沙士比亞本人 為何會有這樣的說法呢 原因很簡單就是 沙士比亞沒有留下他的手稿 沒有留下任何的書信 也沒有他自己的圖書 因為在戲劇裏面表現到這麼有學識 知道這麼多東西的人 他只不過是一個鄉下走出來 原本是做一些低下的工作 幸好做了演員之後 跟著寫劇 他可不可能知道這麼多東西呢 可不可能知道這個意大利 為留留的地方 有這個羅米歐爾朱利業呢 有這麼多這些歷史的知識 他怎樣知道呢 如果他沒有圖書的話 所以在所謂的神秘學 或者一些陰謀論裏面 就覺得他不是真正的本人 是另有其人 而最重要的就是 在這些劇目裏面 不多不少有很多神秘學的符合 或者是一些暗示 例如有沒有說回國十字會 或者一些秘密會社 有人有這樣的懷疑 於是乎更加離奇 就是一個這樣的向下佬 他可不可能知道這麼多東西呢 或者有這麼多這些暗示呢 於是其中一個陰謀論的解釋就是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馬勞 他不是真的死的 他跟著化身做做這個沙士比亞 用了另一個身份出來 去掩人耳目 去到這裏的確 真是很難去解決歷史的原案 但是作為神秘學來說 他有一個很不幸的情況 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本人就是英國文學出身 在正統的英國文學的學術圈子裏面 這些是不容討論的 如果你說的話 就馬上說 可以說是很粗重的 就不用做了 所以就只能夠永遠 維持在一些所謂的陰謀論的討論界別 才能夠成立 但是其實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就是說 譬如我們去研究這些秘密會社的興起的時間 的而且確就在這些這樣的劇作家 他們成名之前的一段時間 才開始活躍 甚至在他們之後 就更加成為一些浮上水面 就是大家開始知道了 譬如說有一些皇家學會 一些科學的研究會社 其實他們的前身 如果我們有一些學者的研究 就是這些秘密組織的人物 是走去這個組織 先組織出來 到了差不多 他們有一定的社會地位 和得到政府的支持之後 他們才夠膽去形成了一些正式的團體 舉個例子 例如說共濟會 共濟會可能很早已經存在了 但是他們真正有紀錄 歷史上有文獻紀錄 他們存在在1717年 在英國方面 是否代表他們之前這個組織不存在呢 現在看法又不是 只不過在之前他們前伏了 甚至他們的成員本身 除了文學的貢獻之外 還有科學的貢獻 但這個科學的貢獻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就是首先他們做這個練金術 這個練金術 跟著就是形成了我們現代的化學 所以這個字本身 由一些alchemy到chemistry 都是一個cam字在裏面 這個cam其實就是最古典的埃及的一個名字 這個過程本身 其實產生了一些副產品 我們以前有提過 譬如說 那個蒸餾 透過蒸餾的方法去練金 金就練不了 但是練了什麼出來呢 就練了酒精 所以我們有這個蒸餾酒 我們其中一個蒸餾酒 產生的一個術語是甚麼 Spirit Spirit 有兩個解釋 一個就是烈酒 一個就是精靈 其實兩件事是有關的 因為這個 去蒸餾過程 原本的動機是想 練出一個精靈出來 但是練了烈酒出來 於是兩個字 可以用兩種的概念 可以用同一個字去表達 到近代的時候 譬如大家要聽這個 The Eagles 老英樂隊的首歌 加州酒店 Total California 裏面有一個歌詞就是 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since 1969 裏面這個字又是 剛才我們講的 語帶相關 它有解精靈 也有解烈酒 所以整個過程本身 其實我們就要尋找 在歐洲 特別是英國裏面 整個文學 科學 和政治的歷史 我們才知道 原來有很多字情 在學校教科書裏面 禁止討論 而秘密會社的成立 其實和我們今天不知道的歷史 不知道的事實 是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